作词 李宗盛 作为大德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金本 上次我们讨论到48大院的第一院 国无三额道院 透过这一院我们能体会到 法藏菩萨的那份 对最苦众生深切的悲悯性 给予众生最低限度的拯救 也是最必要的拯救 同时也传达一个生命的真理 法藏菩萨是考察他方世界 无数的族佛国土 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现象 就是六道轮回 看到六道里面 地狱恶鬼出身三恶道 最为巨苦 才发了这一院 那么这样我们体会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 更长的时空态来看 六道轮回 确实是我们捏地凡夫的 真实的生命现象 但我们在这个分段生死的过程当中 往往看不到这样的广阔时空的轮回现象 如果又接受一种不正确的观念 可能我们就会不相信有轮回 认为人死得灭 宋明理学家可不是说 人的生命就是气之巨吗 死了就是气就散掉了 散掉了就什么都没有 哪有什么轮回的主体呢 是一个人死得灭的观念 还是很有市场的 如果奉行这种观念 我们的整个的人生观 价值观 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偏离 那这个圣人告诉我们有轮回 这也是一些宗教的基本存在的前提 相信六道轮回 它会跟我们什么样的观念呢 首先我们对生命 对受量就有一种豁达的认知 如果你只是有相信只是这一期的生命 人死得灭 那么我们就认为一生就是这么七八十岁 最多一百岁 于是对这个这段时间的生命 它会非常的执着 为什么现在为了活一天 活一分钟不惜一切代价 而且到了晚年 它就觉得算日子 一天一天的走向绝望 走向墳墓 它生命非常黯淡 也非常的留恋执着 那我们如果有个轮回的观念 原来这一世的终结并不是永远的终结 只是换了一间房子住 只能换了一件衣服 生命还在延续 这是不是马上就有一个把短小的生命 一下子变成了很长的生命 它就豁达了 再看六道轮回的对境 我们不是仅仅是在人道 我们下过三恶道 我们也曾经到过天堂 六道进阶经 富人 贵人 贱人 贱人 罪人都经历过 这样它容易生起一种平等心 自信心 再相信轮回 知道为什么轮回的 是靠涅滴 那今生我自己的命不好 那是叙事有孽的 那就逆来顺受 别人打我 骂我 诽谤我 做还债享 这就指消愤怒为和平 那为什么印度人很多穷人 但是他比较性平气候 因为他相信轮回 知道穷是自己的原因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轮回 穷他就有点仇富的心理 那仇富心理一来 他就给你绑票 或者把你豪华的气质给扎掉 甚至给你弄脱地漆他也觉得心里很高兴 如果他相信那些富人是人家善意感召的 他就会尊重人家 就不会仇视人家 在相信轮回呢 他就会知道这个涅滴的问题 自作自受 那就会胜毒自律 改恶谦善 改变命运 要从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下手 这就化他的贪婪 残忍的心为善良的心 他在这个轮回观念当中 他这个因果是贯穿着轮回六道的全过程的 他就能深信因果 他遇到什么事情 会从因果的层面去观照 你现在住世很发达 不是说你真有很大的能力 是你虚实修了这个善因 你今世才有成功的好运 他就不至于傲慢 真真自喜 他就会觉得我还要进一步修善因 今生这么穷愁潦倒 肯定自己叙事曾经吝啬 嫉妒 坏人断人财路等等导致的 从这个点来看 但他一观照这个缘起的真理 就会转愚痴为智慧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这么低 跟他因果不幸轮回有直接的观念 而中国的传统社会的国民 他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个因果轮回的情形 他会内心有一种行为上的约束 所以这个把这个寺庙砸掉 佛像砸掉其直接的效果 就是道德水平急剧下降 这是根本原因之一 所以要重建中国的道德水平 一定要从深信因果深信轮回 这两个基础下手 那这个也是法藏菩萨观照 十方佛刹给我们传达的一个生命的真相 就是道德水平剧下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